筍子就是怕我们的光线 阳光照下去它就是变绿色 天还没降台中大戏的农民 就来搞到铁铁里面来採收的麻地筍 大戏的地下麻地筍 涉到天气和土壤的因素 和农民的照顾之下 吃起来相当的铁和相当的Q 去加这个大戏的麻地筍 包装变成的黄金玉玲筍 就需要吃大的工夫 才有好多来完成 这顺利在这些採收后 先用到冰水来浸到点花 当台的筍心温度降到五度后 再进行到包装 新鲜的玉玲筍 可以做成大男孩子 相当跟他的凉拌菜 也可以加进肉厂来炖来煮 再加上到泡菜 比相当一道相当特别的料理 加上到辣椒和咖喱 做成的麻地筍的咖喱 也可以是营养和相当好配饭 竟然是相当的外国 和味道不仅吃过了 又会想要来吃 日台南瓜田是专国相当的 人家三地水管相当 成就加上土地相当的食物 很好的条件 让这个官邸人家拼击是专国消费者的困点 以这个麻油鸡的 凉咖米糕这项料理是相当的简单 又可以吃到各种 都完营养的这个地食材料 整项食材炒香料 全部放进去店外来吹 没多久了 旁公公的麻油鸡的凉咖米糕 就完成了 另外凉咖 来点到鸡咖也是相当的简单 适合一条冠店凉咖作为 主要配菜的一项料理 好酸好酸的鸡兰 也会有出相当好价的鸡兰 这个红楼鸡肉 就是相当的鸡 当时又有很多 平均年度超过210多 旁的红楼鸡也能够出出 食材料理 红楼鸡来做成红楼鸡的油饭 它实在包括这个油餐 和这个香菇 鸡和酸和土豆顶 想要吃什么样的味道 加到什么样的食材 它生炒了 还要来蒸 简单的在地是在地 可以来蒸出的 食香味多传的地式的料理 请在这部内容 这里设定在拜设 会报四点的爱台湾的YouTube频道 既然统合报的